近日,网上流传一段影片显示,哈萨克一批齿枪猎人围捕一只野狼,但没想到野狼聪明装死,在猎人走近伸脚踢之际,突然翻身弹起,做出锤死一击,狂咬猎人腿部,但最终逃不过死亡的厄运。 片中可见,雪地上躺着一只受伤野狼,他的颈部一次中枪流出鲜血,此时其中一个猎人走近,出脚踢向动也不动的野狼,想确定他是否死掉,但是野狼突然弹起身,追咬踢他的猎人,更把他扑倒在地。 片中顿时传来阵阵尖叫,本来在拍片的人也放下镜头前往协助,据报野狼可能在没多久便死掉,而遇袭猎人伤识不明,网民看片后明显不同情猎人,反而谴责他们所为不是人,更有人大骂,你们全给狼吃掉就好了。